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常量度比学预言都是一样的 而且跟我们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观测者的主观经验 首先要解除观测者的态 但我们知道人有很多被原子过程 要非常完整写的态度 不可能的 但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巧来避免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也要观测在一个观测者的完整的态度 我们只要知道观测者所包含的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特征 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问题来说 我们实际上需要知道的是观测者的记忆 首先我们可以采用这种表情方法 用这样表示一个观测者 而观测者的记忆是由这个下边来表示 这个下边的表情是观测者 首先看到事件A 然后看到事件B 然后等等等等 直接看到事件C 这个就组成了观测者的记忆 只要我们根本不知道态 我不需要知道它完整的态度 这样一种形式的态就已经可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考虑 观测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初始系统态 O 请问这观测者O 观测这个系统 而它用了算法A 包含特征态 我们发现来考虑 对应的分子 我们可以用α 对应的分子 这样一个态 观测者在做了观测之后 就会转移到 这样一个态 为了回应 这个系统态 因为是算回应的一个特征态 所以它不变的 而这个不变实在是我们上次课 关于对测量的定义的一个结论 回应我们上针 回应我们上针 回应我们上针的定义 测量要满足几个要求 有一个要求就是 测量不改变 特征态 而这个要求又是我们上次课讲到的结论 也就是测量要增加 系统S1的编辑信息 所导致的一个结论 而我们再来看 这观测者的态 观测者从这个态变成这个态 也就是说 观测者的内存点多了 α 而这个就表示 观测者看到这个 在做完这个 接着讲 接着讲 Y SN 然后观测者的态 这观测者看到了 α 这个特等值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态 来表示 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讲课 就是 S1 S2 依照SN 这个系统 在实际上是 直接没有相互作用 在观测者测量它测量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得到 关于观测者的第一条规律 朋友 如果 万 才表示 最后我们得到第一条规律 好 那我们接着要得到第二条规律 第二条规律 实际上就是 观测者用上乌毕业 要么这样 你换两分钟简单的总结一下 因为前面可能没录上 好吧 那我们前面讲究 主要根本 要从 观测者的主观的 立场上来 来看测量的过程 那么 为了 表述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要 介绍 观测者的 记忆 而观测者记忆 可以用这样一个态的表述 行 下面A B 一直到C 是观测者看到了 世界A B 一直到C 然后对于这样 这样一个态 在观测者做完测量之后 它就跑到了一个这样的态 行 这个 而I 表述是观测者 看到 直律完测量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 A H 这个特质 注意 我们 从这个结果 实际上是我们上节课 所定义的测量的一个要求 导致的 也就是这个要求 那么 一用我们上节课的叠加 叠加态原理 我们对于这样的叠加态 在观测者的直律完测量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态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接下来 用 接下来上面讨论是在单系统的情况来进行 我们也可以进行多系统的讨论 接上N的系统 S1 S2 S2 SN 而最初的系统态 我们用这个态 我们用这个态 我们用这个叠加态 我们用这个叠加态 然后我们用这个叠加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规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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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中这个观测者的态 描述的是它先看到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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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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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6 6 7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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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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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实验 我们也证实了量子学所做的预言是正确的 那么对于观测者的主观经验来说 我们就要证明 对于观测者来说 他看到可以跟我们通常量子学所做的预言是一致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最简单例 也就是观测者首先做完这个测量之后 他又重复做一遍这个测量 我们知道通常量子学可以说结果 他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对每个元素 来看 这个元素如果这个观测者 然后再做一个测量 那我们知道这个元素就会变成 有测量看怎么变 然后这个观测者又得到重量的结果 我们接下来将这个太阳做一个叠加 就得到这样的底下下 这个底下下描述的是 人生这个系统 不便叠除在它特征态上了 而这个观测者 它做两次量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跟我们通常的经验相比也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对单系统的考虑 我们接下来对多系统的考虑 我们现在先考虑一个更理念的情况 就是由N系统 S1到S1 而它们处在太是相同的 而这个太我们用Ai 翻译爱来表输了 好今天这个观测者将对这些系统逐个做一个测量 而这个测量用我们用算笔来表输了 由特征态白Ai 由特征态法Ai 它对这些S1依照SNJ系统逐个做测量 首先我们知道在测量之前的态 我们用S-O来表输了 我们可以写说 就是这样的态 就是测量前态 然后我们首先让这个观测者测量S1这样的系统 根据我们直接给出测量两个规则 根据规则一 我们知道测量完之后 我们下边的G2两个规则 就变成这样的 行 S3系统逐个测量是不变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关子又对S2形做同样一个测量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在做完测量之后 这个态就变成了 那左边也可以说这关子的 对S2形做测量 就变成这样的态 那么就变成这样的态 我们来关上这样的态 左边我们来看系统态 系统态我们知道就变成了 比如前面前面的R系统已经变成了特车态 然后后面的系统是不变的 那么接下来看这关子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下标 也就是这关子的手标 记这样一个序列 这样一个序列我们可以想象 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的序列 就像我们通常的量子所预言的那样 是一个随机的序列 但是 你可能要想 如果观测者看到这样一个序列 它每次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个序列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序列 跟我们前面下面也是 不是一个确定 不是一个随机的序列 那我们如果对付这样的序列 我们接下来要定义的一个概念 叫做点停序列 就是说全部都是二八一这种小概率的时间 对 而且在测量区颈五个大 这样发生的概率是零 所以说我们就做到这样一个随机系列 我们接下来定义这样一个点停序列 在定义点停序列之前 我们说要介绍一个和声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考虑这样一看 我们要在这个菜的每个元素 都给一个分析M 成长分析是AI的一个函数 但是我们知道 在量区预约当中 我们只能确定AI到一个像因子 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像因子 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写的 F是一个 也可以写这样一个函数 好 好 那么我们来考虑这个过函数的一个子结 比如我们看 R1P 是某个子结 那么对于这个R1P 我们可以定义为 是对AI各自的分析的 最新进行一个求和 有这样的定义 我们接下来要演示 就是某某 对于Messure 它的形式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在我们通常的量区预线当中 前面的概率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证明这一点 首先 我们来介绍一个Mu 为AI的学类值 那么 根据量子区预约当中规划条件 我们知道这是阿法系数 现在就等于 好 那我们接下来 阿法系数 带到M 里面 我们就得到 就等于 跟进我们前面的要求 好 好 接下来第1个 另外一个行动 接 第1 那我们将机 带入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上面的部分是6等元 你这个Aman里面 根号AI 是不是 还是要取个平方 是吧 还是 Aman夸号 根号AI 这样 就是下面 Aman 跨号里面 根号AI 是不是 AI的复工二 再乘上AI 这样也可以啊 好 没问题 因为这两个第一本价了 不是 你 好 行 因为AI是 行 因为你最后还要取一个模 对吧 好 好 好 那我们带入 我们就开这个三个等约 1 A5 i 那么 这个公司 反正这个公司的 还说我们知道 就是线线还说 就是线线还说 到我们 鞋 终于 正在准备 前准备 好 第二 四 老 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确定Motion和形式 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种程度C 我们实际上可以确认我们正当 为了方便起来我们确认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Motion的定义 我们可以发现Motion 我还是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M里面这个AI 一会有更好一会没有更好 就是有的地方AI开更好 然后又是AI 这个地方可以回换 这个地方可以看另外随便S 这个地方可以写S更好 就是AVID他没有用X这个符号 对吧 AVID用的是X 他用的是X 对吧 没错 所以他还是很小心是吧 因为他还是很很讲究的对吧 那人家研究了这么一个天才研究好几年 他论文都改了好多点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然后同样可以把M的勾肾推转到 M的勾肾推转到 M的勾肾 拍 拍 拍 等 等 好 那我们就得到了 为什么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出是跟量子学生的概率 的形式是等价的 我们接下来考虑 我们之前想考虑的问题 对这样一个序列 我们叫一个典型序列 我们可以讲 就是指的是 在你测量次数 这个Vertual 前面是不为零的 这样的系列我们就要做典型系列 在相同证明它 关于编码的定义之后 它用到一个相似的概念 实际上是一样的概念 也是叫典型系列 而相同就通过 对于典型系列 它只需要对于典型系列来证明 它的编码是可行的 那只要在 区域文章大说 剩下只是典型系列 所以它就完成了 它的编码证明 好 那我们接下来考虑 具体的例子 对于这样一个 我还是说 而测量的G 我们就选择0跟1 那么测量得到测量值 也是为0跟1 那么测量得到测量值 也是为0跟1 所以这样一个系列 所以这样一个系列 不是一个点击系列 那么对于谁 怎么样的系列 才叫一个点击系列呢 如果我们得到了 三个是n的0 而得到了 三个是2n的1 这样一个系列 我们就可以称为点击系列 而在n区域文章大说 这样一个系列 发生概率 实际上就1 你就只有这种系列才发生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具体的例子 而这个例子就说明了 实际上我们 关于前面讨论 跟量子力学 所预言是相符的 所以FZ的工作实际上是 可以解释量子力学的概率行为 因为好多人抨击这一点 就是你觉得其实是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FZ他自己也认为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好多人 其实还是没有懂他的工作 对吧 就是通过点心训练 实际上 实际上是他的 摩的平方这种概率 是可以从FZ的工作中 推出来的 对吧 是一个严格的 是一个严格的 对 OK 如果我们可以 将以上的一些概念 我们可以很容易推广到 这样一个概念 其中 S1 依照S1系统 所处理的概念 不再相等 那对于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运用前面 一样的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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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只有测量算数 我们知道 也是不样等的 但是应用完这样一个测量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就变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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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对 这个态度 再自己一个测量 这个测量呢 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 对于S2系统的测量 但这个测量效果 不再是我们之前的测量效果 我们换一个新的测量效果 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 再次应用我们之前 关于测量的规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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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你就在那边 所以我们注意到跟以上这个态发生哪些区别 所以我们再加这一态 这一项从phi s2j变到hmm 最后测量器序计则线 观测者的记忆序计则线又多了一下θ 那么我们来看这项秒终于phi s2j变到hmm 这个态的内积 而这一项就对应的是 5s2 这个态变到θm 而这一项表示 观测者得到了一个新的特伦指的测量结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态 我们过来这个态的人会发现 实际上在观测者看来 这个态从 5s2 然后 做了一个不连绝跳跃 到了θm 这个跳跃的概率 是由这一下来支配的 那我们接下来证明这个 应用之前对于mature的概念 我们接下来要做这样的量 我们接下来要做这样的量 因为我们每首概念 跟量子比较当中 跟概率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也很像 之前概率的某些概念 用到θm 这地方就是一个 条件的mature 我们可以运用之前这些概率 条件概率的公式 运用θm 然后我们将 用之前的公式 代入 然后我们将 接下来 简直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就会用对于前面边界概念的姿势 我们叫Q对J对M就和上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对J对M情合根据我们调整理解当中概率规移化 这情合对于这两架来讲只要有1 那么这下面有两架就不见了 然后上面跟上面直接停销销我们就会发现剩下的东西就是 而这在充长量的理解当中解释为概念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项表示从pxs2到pss2的转化的概率 而是一项表示从pss2到dm转化的概率 那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就定义成这个 当然这在量的预言当中 实际上量的预言也可以同样的公式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了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也跟量的预言相互 就是趁量两次 对啊 我们去上面对一位观测者讨论 我们就可以发现跟量的预言完全相互了 那我们现在要对多位观测者进行讨论 好 我今天要讲多位观测者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些新的标记 首先我们有观测者 我们用O1 O2等等来标记 然后系统跟之前要用S1 S2等等来标记 那么我们如何来描述 那么对于这样看 那么问题也说解就是观测者 J做了一个测量 然后他得到了测者为αi 这样看 那么我们对观测者 那么我们对观测者 我们也要运行观测者跟观测者 之间要有交流 那么我们如果用TID的概念来标记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现 所以我们在测量的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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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呢 表现是观测者K 做了一个测量得到的结果 测量的测量的结果 然后他在这个结果告诉了观测者J 所以在观测者J的记忆当中 就多了这样一个态 就多了这样一个自认值 就多了这样一个自认值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新的重记 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到 应用到我们之前间谍理论 来检验它是否跟经验相处 为了完成这个 我们需要考虑三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考虑情况一 721 721表示有两个观测者 而它这个观测者用同样上标 对同样的系统 做了一个测量的时候 然后再来比较它们所得到的结果 我们不是用尽量的 最弱是最弱的 最弱的 最弱的 我们完成用O1和O2的角色 就位 球拍表示是 就是观察者 主做测量 对应的 特仁态 首先我们假装 观察者1 首先做测量 我们知道做完测量之后 这个态就转化成了 观察者1 就得到特仁态 这时候观察者2 也对同样系统 用同样效果做了测量 那我们知道 这个态就变成了 他得到相容结果 现在观察者2 要将他得到结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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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我们来看 一个特仁态 中的一个特殊的元素 这样一个元素描述的是 这观察者看到的 也就是主观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们来看 观察者2 得到了 而观察者1 也得到 而观察者2 告诉了观察者1 他的结果 也是 那么就说明 他们得到的结果 是相同的 那么这对我们经验来讲 也是完全符合的 这就是我们对 情况1的考虑 我们现在要考2 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前 情况1是观察者 两观察者 对同一个系统 然后用同样的算谷来进行测量 那我们对第二个地方 还是对同一个系统 但用不同的算谷来进行测量 所以复时态 还是一样的 在这种观察者1 对这个系统 做测量 我们用算谷来表达 他的 测量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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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观察者2 最终算谷 算谷 比 来表达 他的 特论 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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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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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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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它得到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我们在量对约当中知道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在B组的测量中,这个系统派,我们知道是变成原来的系统派,而不是原来的系统派,所以我们对第二个情况来考虑,我们发现跟量对约,也是符合得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考虑第三种情况 我们前面两个情况,都是对同一个系统做的测量,那我们第三个情况,我们就对不同的系统做的测量 我们讲要有系统S1,就是对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上坡 对,有不同上坡,而这个只有S1跟S2,我们要求在做测量过程当中,之间是没有相互作用的,但是,这两个系统就是可以纠缠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A,首先对系统S1进行测量 因为发A是A的上坡,所以它不灭,A得到结果是R,A,B,这种还没有做测量 那么,B,这种又对这个系统做测量,对,S2也有做测量 好,我们来看看,如果这时候,管子人一再来做一个同样测量,我发现它还是比较丑量的结果 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对于这样的系统,如果观测者R对系统S1做一个测量 实际上,它没有,实际上它没有办法传出任何信息到观测者E 因为它如果对S1系统再做测量,它得到结果是相同的,不会有变化,不会因为S2测量 因为它不会因为观测者2测量R系统,而它测量结果就会得到改变 也就不能用来传输任何信息 那么,这一下所有,就我们对观测的一个抽象的讨论 而且我们发现,跟我们经验,时间和非常好的 但是,以上对讨论,还是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我们为什么看宏观物理,我们看得到一个叠加态,这种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对,这是吴彪教授,看到Evnett的论文之后,还是有了一个疑问 红光固体,我们来看 然后,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况 假设有个盒子,这盒子包含两副品,就一个数个,柿子 另外一个是电子 OK 那么这个赤子跟电子 我们都讲了有一个确定的动量 就是初始态对吧 对,初始态确定的动量 那我们知道对位置来说 实际上它们在这盒子里面 都是均匀分布的 原先这两个物体都是隔开的 那么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们会发现相互作用 然后就形成了轻 要放出一个光子 对,放出一个光子 那么这时候它们的位置 它们都讲仍然是天平 但它位置也仍然是 在这盒子里面均匀分布 但是有一句话是 它们原先的位置分布是独立的 但是在形成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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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子和直子附近分布的一个态 同意说我们如果知道核子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电子就不再在核子远军以后 而是应该靠近它分布 而这个态相对于它的位置的态 就是所谓的清原本机态 那么我们可以将以上的讨论 推广到我们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人来人身上 我们知道对一个恒光物体 它是有很多个原子分子构成的 但这些原子分子之间有很强的关联 也就是都纠缠在一起的 比如对一个球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球上任意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知道它置信的位置 那么这种因为它之间原子分子之间有非常强的纠缠 那么我们就知道只要知道其中一点位置 那么相对于这一点其他所有原子的态 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就围绕这个点分布成一个球的形状 就是我们看到的红光物体 那么我们对这样一块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描述 那么这样的描述是什么 描述是一个球在圆点我们用000来表现 而这个态所构成的形状 就是这个球的形状 主要它在圆点 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个球放在一个隔一环节 放进去的话 它们它在这些根据量的解决 就会向外扩散 而这个扩散是由这样一个同时给出的扩散 叫M50A提料 好 等一下 下面P3是什么 D30的平方 M平方 前面那个法是什么 就是分母 分母里边 T平方 178的平方 在橱上 下面有一个P3是什么 这是 哦 对不起 哦 就是 哦 对 这是相当于非相对论的一个公司 那么 至少 我们知道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将这个态写成一个叠岸形式 而这个叠岸形式 而这个叠岸形式 或者是细数 我们来看这个态 这个态描出什么 是一个 是一个 智星 在XY 做标的一个智星 然后 其余的点 围绕这个智星 在XY 这个智星 围绕分母 形成一个球的形状 嗯 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叠岸形式 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叠岸形式 那这种如果有个观测者来观察这个叠岸 那我们知道 主要 我们知道 它会跟这个系统纠缠在一起 写成另外一个叠岸 而它在这个叠岸形中所看到是什么 可以说 我们可以这样 这样行 好 我们来看 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知道 描述的是这个观测者的主要表达 所以大家看到 智星在XY 相当于 就是现在这个观测者 就是去测量这个量子系统的智星 对吧 而且就是我们通常的观测者 对于宏观物体 我们测智星 是一个 是一个好的测量 就是 跟前面定义的测量是 是一致的 对吧 而相对于智星 我们知道 相对 这个相对派 就描述的是 那些原则 围绕着智星 可以组成一个球的形 所以这个观测者看到实际上 就在XY这点 有个球 而看不到它叠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 找一个经典的一些 我们知道 实际上这个球 相当于就是这个测量 就是这个观测者去测量的时候 就是说 他本来观测者也是一红光物体 他就只能够测到 这种 就是紫星 对吧 是吧 就是他 他只能选择这样一个好的算术 对吧 嗯 就测量算术 嗯 OK 那我们来讲我们经典的 定义 我们知道这个球 在观测者看来 这个球满足是一个经典的 经典的力学所描述的 那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 我们写的这样一个碳 对这个碳来说 它可以有 既有确定的位置 又有确定的动量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碳 我们知道可以看到这个经典的碳 满足是经典的方程 因为它 因为它位置的动量都确定的 因为它位置的动量都确定的 那么在这 而对这个叠加态的每一个这样的元素来说 它们都各自满足经典的方程 那在这个观测者来看来 看到比如说这样一个球 它满足的实际上是经典的方程 因为它只能看到这样的碳 而看不到这全完整的一个碳 所以说实际上跟我们经验 实际上是完全一致 我们看到物体满足的都是经典的 看到红枣部满足的都是经典的方程 而不是量不具体所描述的 也要带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我们今天讨论 好 OK